你結婚幾年了? 我2015年結婚的 然後到今年滿七年了 七年?對 我看他你的心得是35歲結婚 37歲 才想要開始生小孩 38歲到40歲做事館 對 其中第一次是做人工 對第一次做人工 那做事館因而你總共做了幾年? 總共三年 就從2017年的年底 一直到成功的是 2019的5月 三年24次 對三年24次 我講的24次是13次取婚 11次取婚 那這個過程當中 您第一次知道你懷孕那個心情 其實我第一次 我記得他好像提早好幾天 對不對?然後他拍了一張 院長你覺得呢? 我說這個就是懷孕了 這是什麼懷孕? 他就衝過來了 衝過來了 再一樓兩題 我那時候疫情嚴重嘛 那時候五月多 那時候兩起來是發燒 我們那時候還去啪啪的 就叫他 那時候沒有再抽血? 那時候沒有抽血 我回家抽 我原路回去就直接去抽血 好像很高 187 我昨天還去看一下數據 提早 提早四天還是三天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應該是多包 不知道多到哪裡去不知道 對 然後後來你再來驗孕 因為這個好像是在你二十四次裡面 其中有一次曾經有過 可以給他們碰嗎? 對 這很忙 有笑嗎? 那這對雙胞胎生下來 你現在的性情是怎麼樣? 應該是這一張出現的時候 對 是很高 很高興 因為我在運期的時候 其實我都不敢開心 因為人家都說 抱在手上才是真的 我都沒有